那個人好像快要過來 他好像需要很久了 Darren去救他了 起床 嘴炮攝影師 欸這個 他是當短板在玩啊 還在踩還在踩 各位觀眾好久不見啦 歡迎來到這次的嘴炮攝影師 可以聽到一開始的聲音 是我的義父義母南部好兄弟 幼韌哥幫我錄的 這一集要特別感謝他 花了很多時間在岸上錄影以及嘴炮 讓我能有更多的時間下水 還有目前螢幕中 這個火辣的背影 是我們同團的Sindy Sindy baby 哇你看這浪 南部加熱水 Local認為今天非常的不好 但是你看有多麼的順啊 哇順順的這樣蓋下來 哇還在蓋還在蓋 哎呦半路殺出個陳咬金 陳咬金跳水 啪炸 然後等他們商案再決定嗎 對他們 他們是剛下去了 下水啦 Sindy歪抱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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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個 唉呦一個咖啡 唉呦 不錯不錯不錯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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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Adam 唉呦 剛走幾步那個 這位兄弟拚了老命想出去 啪炸 又被推回來了 很可惜啊 喔還有一道 還有一道 有沒有辦法出去 NO 乖翻 消失於螢幕之外 唉呦 可惜可惜 這個滑水要加強啊 唉呦 我們Sindy的滑水有模有樣啊 這個 這個腰拱得非常的可以 一個起來 啊漂亮 這樣越過一道浪 哇 這浪好大 哇 Drop in 很好 一個閃過Sindy 唉呦 牛 厲害了 哇 回到小哥 哇 唉呦 快出去了 快出去了 流有點強啊 流有點強 快出框了 可可 花到沒力喘了一下 唉呦 可惜可惜 又有點美力 這流有點強 一直把他往內推 完蛋了完蛋了 又有一道浪 放棄人生了嗎 喔 還沒有 唉呦 哇 後面還有兩道 怎麼辦 小哥 眼見的不對勁 開始 用力的往前滑 啊 啊 完啦 完啦 哇 蛤 哇 小哥消失於白話之中 慘啊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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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厲害 喔 咕咕 一坨人 我們的孤神 巧個帽子 喔 這就是台灣No.1 對 台灣No.1 台灣No.1 帥啊 小哥哥回來了 他還沒有放棄爬上了板子 哇 繼續 往前奮鬥 哇 但是後面又有一道浪 還好沒有蓋到他 他使勁吃奶的力量 超越了Inside的人群 繼續用力的往外滑 他快滑到 outside 完蛋了 啪嗒 喔 恭喜你 海闊天空 不過這位小哥 如果你有在看的話 下次可以考慮 把腳再稍微併攏一點 這樣子你的腳就不會 產生這麼大的水阻 喔 CINDY 喔 完蛋完蛋 有年完 啪嗒 哎呀影片中的這個姑姑啊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曾經是台灣的短板的冠軍之神啊 現在是台灣衝浪隊的國家教練 我們的CINDY上岸啦 哎呀可惜啊 一臉 挫敗的模樣 看起來是被白花 教訓了一番 各位 真的衝浪是一個滑水的運動啊 如果滑不出白花 再厲害的軸板技巧都派不上用場 沒有我們的嘴包攝影師 要上岸啊 這麼早 哇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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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嗯 絲毓 是不是我想玩你長板 啊原來是來換板喔 哈哈哈哈 靠腰 以為你要上岸 可惡 想說你變乖了 對 我們以為你是來陪老婆的啊 哈哈哈 老婆 老婆 老婆在這 sorboom一下 老婆 老婆我愛老婆 哈哈哈 愛老婆還是愛浪 愛老婆 哈哈 原來只是來換板子啊 滑 嘴炮攝影師的背肌 阿姨的傘 滑滑滑 滑到奧賽 再滑 努力的滑 哇大浪來了 大浪來了 進館啦 被改爆了 Oh no 再一次再一次 額甩賞 哇這個很大欸 哇整個不見啦 哇哇哇哇哇 錄到 錄到 錄到那個教練 滑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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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滑滑滑滑滑滑 到了到了 啟蹭 哇 哇~~ 嗚呼~~ 阿公加油 破茶~~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富吉南 阿怎麼掉一個冰 呵呵呵呵呵 嗚哇~~ 起蹭 嗚呼~~ 哇嗚~~ 哇走走兩步 再走一步 一步兩步 喔喔喔喔喔 破茶~~ 呵呵呵呵 很棒嘛~~ 哎呦哎呦 嗚喔這個浪 嗚~~ 嗚~~一步兩步 嗚~~ 因為他沒拉拉臉 後退後退 喔喔喔喔喔喔 喔唷喔唷 喔唷喔唷 一步一兩步 嗚喔 哇~~ 哇~~ 土吉兄了 嗚呼~~ 進館啦~~ 進館啦~~ 嗚呼~~ 嗚呼~~ 繼續走 跳跳跳 嗚喔唷 喔唷 喔唷 左跑右跑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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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破茶~~ 你回不下來了 很厲害嘛~~ 耶~~~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只是超級 哇哇哇哇來了來了來了 哇奴婢該死 奴婢該死 哇~~ 哈哈哈哈 破茶 哇哈哈 還好我有錄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在我要上岸的時候 看到岸上有一個男生 一直對我招手 這個男生就一直 叫我把目光看到 遠方這個女孩子身上 這個男的就跟我想說 這位玩水女生 好像游不回來 但是這個男的呢 他又不太敢下水 因為他沒有學過衝浪 所以問我可不可以去救他 在這邊我要先鼓勵這位女孩子 他其實做對了幾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他沒有因為緊張 而把腳繩拆開 然後想要憑藉自己的力量游回來 第二個就是 其實現在這個女生 他就是趴在板子上休息而已 並沒有浪費太多的力氣 我看了一下這個女孩子的位置 他應該是處於一個離岸流上面 以加樂水為例的話 可以看到浪費break的位置 大概在這個白花三角形內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處於 在這個白花的三角形裡面的話 你就會一直被浪打 一直被浪打 很難滑到outside 但是如果今天 相對的你是在這個白花的三角形以外的 這兩條道路上的話 那很有可能 你就會默默的被 離岸流往外帶 所以在下一個新的浪點之前 真的找一個local陪你下浪 因為這些local對於當地地形的掌握 絕對比較有經驗 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險之外 哪邊比較好下浪 哪邊比較好滑到outside 這樣省力又玩得開心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真的沒有辦法找到 Local陪你下這個浪 你在下水前 一定要花一些時間 觀察一下 這個浪點 浪break的位置在哪裡 像加樂水就很好觀察到 如果在岸上站了10分鐘 你會發現 大概浪會break的位置 就是在河口往前的這些區域 然後就有某些區域 永遠不會有浪break 所以如果今天是要往outside滑的人 那就挑這些 沒有浪蓋下來的地方往外滑 那今天你要回家的話呢 當然就是 留在白泡泡這個三角形裡面 往裡面滑 利用浪的力量 慢慢的把你推回家 不需要浪費太多的體力 那已經沖浪多年 常下水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除了考個救生員外 對我來講非常受用的是 在youtube上面找很多衝浪救生的影片 因為畢竟徒手救生跟器材救生 還是有些許不一樣的地方 怎麼樣利用衝浪板 安撫需要幫忙的細水遊客 甚至怎麼樣利用浪的力量 省力的把遊客帶回岸上 也是值得一學的 但我要在此鄭重的澄清 我並沒有受過任何正統的海上救生訓練 那救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沒有受過正統訓練的人 真的不要看到有人溺水 就奮不顧身跳下去兩肋插刀 因為這很有可能連自己的命都會丟掉 那當天我會願意去幫助這位女生 是因為那一天的流真的沒有很強 浪也沒有很亂 再加上這個女孩子非常冷靜 在多方的評估下 我才慢慢滑到這個女生附近 確定她的體力 確定她的精神狀況 然後再慢慢的把她推回岸上 那我也要表揚她的朋友 因為知道自己可能對於浪況不熟 所以選擇在岸上求救 而不是親自跳下去救朋友 這個判斷非常的正確 最後還是呼籲各位玩水要小心 那尤其是到了一個新的地點的話 不用擔心丟臉 多詢問Local的經驗 以及他們對於地形的了解 祝各位細水安全 細水愉快 哇 盡管啦 我們一隻狗 剝一下 剝一下頭髮 剝一下頭髮 剝頭髮 噢 噢 噢 這拍什麼廣告啊 哇 這個腹肌 哇 哈哈哈哈 那你怎麼掉一個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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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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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為什麼 撞到 哇 欸 等一下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按到那個讚 哇靠 頭也太帥了吧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喔 欸 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我跟你講 這支影片超級好笑 欸 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噢 掉了 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點點看 真的啦 你點點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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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點看 好 啊 那一個 bra漏